改过之法 元了凡早上起来 做完每天的定课之后 就来到儿子天启的房间 天启 父亲 早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就去山里面走走 如何啊 好的 父亲 那我就陪你出去走走 来 天启 我们就在这坐下休息一下吧 好的 父亲 天启啊 人既然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 哪里能没有过失呢 孔子说过 过则无但改 所以只要有过失 就不可以害怕改过啊 在春秋时代 有许多高级官吏 仅凭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就可以推测他的吉凶祸福 而且非常准确 这种事情史书都有记载啊 哦 那他们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呢 一般来说 一个人的吉凶征兆 都是发自他们的内心 而表现于他们的外表 凡是相貌仁慈忠厚 行事稳重的人 大都能够得到福分 相反的说 只要看到一个人的行为 都是不善的 就可以预知 他的过患就快来了 所以说 如果一个人要远离灾祸 在没有讲到做善事之前 首先要把自己的过错改掉 哦 那我们怎么改过呢 谈到改过 第一要发羞耻心 所谓支持近乎荣 试想想 古代圣贤跟我们同样是人 为什么他们能够流芳百事 而我们却默默无闻 甚至于身败名列 一个人如果只贪恋声色名利 纵情享乐 背着别人 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自以为他人看不到 而自明得意 这样就会渐渐变成衣冠禽兽 而自己却还不知道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行为 更可耻了 圣贤孟子说过 支持给人的影响太大了 能做到支持就是圣贤 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 那就和禽兽没有分别了 改过的第二个方法是 是要发净卫心 要知道天地鬼神是欺骗不了的 人就是犯了一点点的过失 天地鬼神也会知道得很清楚 过失重的就有种种的灾祸 降临到我们身上 就算是过失轻的 也要减损我们现在的福报 又怎么能够不害怕呢 所以说 人是不可以不怕鬼神的 所谓举头三尺 有神明吗 一个人 就是生活在隐蔽的暗室里 天地鬼神同样一目了人啊 就算你掩盖的过去 也无法掩饰善恶心事 所产生的意念啊 意念就好像是一道波滤 而鬼神恰似无形的倒体 这就是鬼神无所不在 人必须有敬畏心的原因呢 人只要一息尚存 滔天大罪大恶的人 都有悔改的机会 正所谓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就像千年幽谷寒冬 只要一盏灯照来 则去尽千年黑暗一样 你坐下吧 坐下听我继续和你说 是 父亲 人生无常 肉体一世 如果等到呼吸停止了 那时候 就是灵魂想改过 也是不可能了啊 有的人从此遗臭万年 就算他有孝子贤孙 想替他洗刷罪名 也是洗刷不掉的啊 而且从此沉沦地狱 永受痛苦折磨 就是佛菩萨 也不能够救助你 接引你 这样怎么能够不害怕呢 父亲 还有别的方法吗 有 改过的第三要素 就是要有勇猛心 人之所以不能改过 就是因为 阴寻苟且 而误了大事 小的过时 像尖刺戳在肉里一样 要赶紧挑掉拔掉 大的过时 像毒蛇咬到手一样厉害 要赶紧切断手指 不然蛇毒攻心 人就会死亡啊 一般人改过 有从事实上改的 有从道理上改的 有从心念上改的 这三个阶段 做法不同 所得到的功效 也不一样啊 比如前日杀生 今日戒杀 前日发了火骂人 今日静心反省 这些都是从事实上 改的方法 不过 这种只是行为上 勉强压制 很难达到改过的目的 比较理想的方法 应该是从理上去改 比如 要改杀生之过 就像 上天有好生之德 所有的生物都珍惜生命 我们杀了它 又怎么会安心呢 要知道 健康之道 首先在于本身元气的运化 而不在于食物的稀罕珍贵 就算是山珍海味 吃过了 也不一定能够供养身体啊 既然蔬菜素品 一样可以果不充饥 又何必把自己的肚子 当成化石场呢 如果能够这样想 就一定会不忍心下手杀生啊 想要改掉暴躁的坏脾气 也一样 就像人不可能一模一样 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 没有实权实美的 因此 应该相互的体谅 迁就啊 就算有人不讲道理 冒犯了我 那是错在他 与我有何关系 又何必发怒生气呢 总之 杀生发怒 都是有害无益的事 其他还有种种的过失 都可以依此而类推 只要你明白其中的道理 就不会再犯过失了 一般而言 人的过失虽然有好几百种 但归根究底 都是从心所起 如果能够心不动念 无思无欲 就不用如样的检讨 名利财色等等的过失了 我们只有一心向善 正气所忠 邪念自然会一尘不染 就像太阳当空 鬼魅尽消一样 因为过从心生 所以也应该从心上求改呀 明白吗 明白了 父亲 所以说 改过最上最高的方法 就是修心 能够修心 就可以使我们的心 立刻清静了 能够修心 并明里兼近过 三者俱备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方法了 如果只懂得经过 不明白道理 不知道修心 那就是最笨拙的改过方法啊 说到这里 我又要给你讲个故事 远在春秋时代 战国有位贤能的官员 他的名字叫 曲伯玉 他在二十岁的时候 已经能够反省自己的过时了 加以检讨 并完全改掉了 到了二十一岁的时候 又觉得从前的改过 并不彻底 到了二十二岁 唯一二十一岁时 像是在梦中一样 像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 一年年的逐步改过 到了五十岁那年 觉得过去的四十九年 都有过失呢 无人对于改过的学问 就是像这样的讲究啊 我们都是平凡人 过失罪恶 就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多 而回想过去的事 常常看不到自己有什么过失 这实在是因为粗心大意 不知道自我反省啊 不过 一个人的过失 罪恶身重到了相当重的地步 大都会心神昏庸 失神健忘 无视而常烦恼 见了正人君子 便会觉得难为情 听到了光明正大的道理 反而觉得不高兴 或者是有恩惠给别人 对方却不领情 反而怨恨你 又或者会在夜里 做出一些颠颠倒倒的噩梦 甚至经常语无伦慈 失魂落魂的样子 像这样种种不正常的现象 都是作孽的表现啊 父亲 如果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要即刻提起精神 奋发向上 把过去的种种过失 一起改掉 而另外开辟一条 新的人生大道 千万不能够自己耽误自己啊 明白吗 父亲 孩儿明白了